我好傻啊 哇 哇 大家好 我是一鸣 相信各位小时候都有玩过尿布丝吧 没玩过吗 那大家有玩过水晶宝宝吸水球海绵宝宝吗 嘿嘿嘿 有玩过吧 告诉你们个东西 其实水晶宝宝的原理 就跟baby用的尿布丝差不多 就是我在想在我小的时候 水晶宝宝这个东西 几乎每个学校外面的小麦布都有的嘛 当年还真的还挺火的 可是我小时候也真的有一个疑问 那种水晶宝宝它是怎么制作的 所以抱着这个疑问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制作一个 世界上最大的水晶宝宝 在这里一边需要温馨提示一下 被专业人士请用模仿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本次制作水宝宝的所有材料 首先我们需要用的化学材料有这些 我们先把丙烯酸倒进 减压蒸馏气蒸馏 做这一步的目的是 先丙烯酸原料中的一些 凡聚合添加物去除 好 接下来我们取一个烧杯 加入4克青眼花辣 再加入100毫升水 充分表包 然后我们再把经过处理过的丙烯酸 制成丙烯酸盐 在融结好的青眼花辣里面 直接加入30克丙烯酸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 增强我们水晶宝宝的索水性 大家在初中的时候应该都有学过 酸加碱就会变成盐 碱我们采用了青眼花辣 所以说青眼花辣加丙烯酸 就会变成丙烯酸盐 水晶宝宝就是一个一个的 丙烯酸盐分子聚合而成的丙烯酸盐 目前我们水晶宝宝宝的主体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为了 我们做出来的水晶宝宝 吸水能力更淺 所以我们要来调制一份 下调剂 好像我们在这个烧杯里面 加入两次的机箱 再加入5毫升一二啊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调制出来的水晶宝宝 是液体酸的 因为我们常见的水晶宝宝 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正所谓 冰无禅室 水无禅行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面 加入一位领导 他们就会变成一个团体 变成一个真正的水晶宝宝 而这个领导就是过流酸 总被动手 我们取另外一个烧杯 在这个烧杯里面 加入3克过流酸 再加入10毫升水 充分搅拌容器 好 现在奇迹的收到 我准备了一个 制作水晶宝宝的容器 现在我们就 把我们调制好的两种容液 混合在一起 倒入我们的模具 加入一点点色素 等待成型 我就知道我们的实验 怎么可能一次就成功 我尝试了调整原始方案的数据 我们做出了水晶宝宝出现了 脱膜之后就裂开的 还有泡了水之后也长不大的 甚至还有在反应过程中爆出来的 我的状态也从一开始的很有趣 变成了枯燥 啊 漏了 但是我知道越困难的事情 但我们做到了时候 成就感就越大 这是我们调整方案的第15次 因为我发现失败了这么多次 每次实验结果都会有一点点练文 所以说这次 往我们的原始配方里面 加入了两杯的水 这样可以 我可以去那边了 关好了 从今天开始 请教我 实验鬼才 我宣布我们的巨型水晶宝宝实验 成功了 哇好漂亮啊 简直都是艺术品 大不大 就是有篮球这么大 拌起来担弹的 我感受我们做这个水晶宝宝 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晶宝宝 我还做了几个不同形状的水宝宝 我真的迫不及待 看着我的宝宝们长大的样子了 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水晶宝宝给放进水里面去 大家伙 我们看一下泡一天之后 这些小家伙会变成什么样子 嘿 现在我们的水晶宝宝已经在水里面泡了一整天了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拿一个出来看一下 哇好帅啊 你们看这上面的纹路不就是我们平时看到水晶宝宝长大过程中的样子吗 所以说成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大的 好帅啊 所以说我们的水晶宝宝具体能泡到多大 我们再等几天看一下 如果说到时候它能泡成这么大 我就拿它去申请基因师世界纪录 我们的世界纪录泡汤了 两天过去了 但是我们的水晶宝宝并没有展成我预期十几倍大的厌子 但是我也并没有失望 你们看的确是长大了两倍 所以只能说市面上卖水晶宝宝的产家 他们知道一个很好的材料配比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继续研究下去的话 我们就一定能创造奇迹 可是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士兵创造的人 不能在这上面花更多时间了 但是如果通过我做这个实验 能让你们这些祖国的花朵 对化学产生一点兴趣的话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当然如果大家还想看我 做世界上最前的科学实验的话 可以留言评论告诉我 你们出质意我来拍 如果做本期视频两天超过脸万的话 我下个事情我就在家里面做一件事好 我是一名 拜拜 拜拜 我想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还没长大的神经宝宝 把它扒开里面是什么样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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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尿封死一样 帽子 帽子